在这个916的变天过程中 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心理的准备 之前我们讲要改朝换代 我们讲要换政府 人家不敢在大庭管中里面讲 也不敢再站在这里讲 我们要推翻政府 我们要改变 我们的无恩同志 我们的这些劳动党和人民党的前辈 讲一点点罢了 做监牢做十年 做二十年 真的是他们付出的代价 今天因为他们的斗争的结果 我可以站在这里 说国政要倒台 武统要改变 我们要变政府 我们要自政 但是呢 虽然我们要做内安法令的危险 但是我们有信心 因为人民支持我 所以天要变之前 人民要先变 以前讲到变天 大家声调要装降低 讲的时候要改变 要换政府 大家以为要坐监牢 讲话小声 要讲五一三 大家害怕 但是今天呢 你去到每一个咖啡店 你去到每一个餐馆 你看到人家坐在那边 争吵到脸红耳赤的 你注意去听一听 一定是在讲 九一六 没有例外的 有的人赞成 有的人反对 这个不在乎 重要的就是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的课题 必须要公开的讨论 我们对国家的前途 必须要有 有立场 这个就是最重要 我们用九一六 把所有马来西亚人 牵连起来 让所有马来西亚人 辩论这个课题 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立场 这个就是变天 因为人民已经改变了 政府能不变吗 不可能不变 对 整个变天的过程呢 让我们看到 首先是人民的毅力 人民已经准备要改变 我们也看到 政府的腐败 我们看到 武统 已经完全不能做出改变 不能运作时代而进步 到现在 除了玩弄种族课题之外 他们没有别的方法 所以不单单是积极论 那么我们看到最近 对于 新洲日报的记者 对于 YB 对于 各苏青的种种的避害 种种的污蔑 表示了 武统 并不打算改革 武统没有打算放弃 种族主义 很可惜的 武统也没有尊重 国阵里面的成员党的意愿 虽然许许多多 我可以说呢 国阵里面还有一些 有志之士 还有一些 心里想要 给国家带来一些进步的 但是呢 在武统的霸权底下 他们抬不起口来 最近我听说 我们的蔡希利 还有我们的 冯正安 说留在国阵里面 做老二 好过来明年 做老四老五 我想他们误会 我们的行动党的朋友 可以在这里证明 在人民联盟里面 没有老大老二 在人民联盟里面 所有的族群 没有第一等公民 也没有第二等公民 我们人民联盟 要争取的是一个 平等的马来西亚 所有的民族 所有的政党 都是平起平坐的 各位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我们绝对没有把 人民分成不同的等级 我们之间的合作 也是平等的 武统 这一点就是不懂得尊重 更不幸的 有一些国政的成员党 也不明白 这个是最基本的道理 平等的对待 这个是人权 武统现在 不是以前的武统 以前的武统 单独一个政党 控制国会的50%以外的 以上的C位 一单单 武统在上一届大选 他有一百多个C位 不管马华民政 有没有参加国政 武统单独一个政党 就可以执政 所以其他的政党 没有省力 但是今天的武统 今天的武统 只有70多个C位 如果扣掉沙发 只有50多个C位 今天的武统 不是这个 国会的老大哥 这个今天的武统 只是国会的 少部分的一眼 但是呢 为什么国政的成员党 允许 武统一个50多个C位 这个国会的政党 决定这个国家的领袖 这个国家的首相 不应该单单由武统来决定 因为武统是少数的党 武统应该尊重国政的成员党 所有的成员党应该有发言的权利 但是这一点呢 我们留在国政的朋友们 不敢争取 不敢要求 如果这个时候 不提出这样的要求 不跟这个武统 力争我们应有的权利 我们永远就会出卖掉 我们的未来 所以今天呢 是我们果断决定的时候 武统现在在做 武统现在正在内乱 武统现在在沉迷着 自己的种族主义的玩意 我们应该要有毅力站出来 反对 我们不应该害怕 种族紧张不存在 我们不应该害怕 内安法令不注意 因为人民可以站起来反对 用我们最坚决的声音 争取被内安法令扣留的人 被放出来 我们看到有一点的成就 我们也应该要求 这个种族主义呢 不被人民所接受 我们看到民间 虽然我们的这个民政党 马华 还有一些国阵的成员党 说他们反对内安法令 他们没有跟不赞成 内阁的决定 把Teresa Kok 把这个郭苏信 把陈 陈云青 陈青云被逮捕起来 把Raja Petra逮捕起来 但是呢 我们可以呈现出 马来西亚的社会的成熟 把自己的乌纱帽脱下来 持官不作的 为了反对基居论 为了反对内安法令的 不是华人 或者是印度人的内阁成员 反而是马来人 武统的内阁成员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这个社会已经进步 马来人可以站出来 维护华人的利益 华人也应该站出来 维护全马来西亚人的利益 印度人也应该站出来 维护全马来西亚人的利益 这个才是令到我们的国家有前途 我们看到Zai Ibrahim 有这种勇气 为了不赞成内安法令 为了不赞成违反人权的政策 敢站出来 辞掉官司 但是呢 我们没有看到 目前的内阁部长 有人把自己的乌纱帽脱下来 告诉武统 这种手段已经不得民心 这种手段不能继续的走下去 所以我希望 人民呢 用我们的声音 用我们的选票 用我们的力量 告诉在 在朝的 国政的官员们 国政的议员们 现在是拿出良心 现在是造作人民的意愿的走的时候 不是跳槽名联 但是呢 是支持人民的意愿 支持人民要求改革 参与这个改革的队 加盟我们这一个 这个未来的 这个前途 今天呢 是时候 我们 可以 做出 更好的准备 尤其在走佛 我们需要更多人 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我们的朋友 让大家继续保重的信心 继续对国家的 继续关心 继续的争取 继续的要求 我们 要做出政治的一个大改变 为的就是 马来西亚的未来 所以今天 待会你们出去的时候 抬头看一看 这个天 真的 就很快要变化了 因为 人民的心 已经变了 人民的心的变化 造成我们勇敢 迈向心的一步 所以我们 希望大家 继续的 继续的努力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 谢谢大家